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无名辟谣上热搜 长空之王追加投资 王一博粉丝 我好忙 谁能想到 在这距离无名 预售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在王一博粉丝们为了宣传 无名 各显神通的时候 长空之王拍动了呢 在长空之王告诉所有人2023年不负期待的时候 大家也是看到了新海报应与以往的不同 总策划有谭瑞松 杨伟 周国强 总监制是江平 商亚恒 陈昊 总顾问是杨伟 刘选民 监制是周国强 韩寒 李杰 编剧是桂冠和刘小士 细细翻开这些大佬的履历 多的是政界人物 大家听过名字最多的监制韩寒 反而在其中的生平不那么亮眼了 而与此前的海报相比 新海报中类似原有的博纳 华夏电影发行等都在 还多了上影 宝利 东方佳影 猫眼的存在 为长空之王海报的丰富出了一份力 长空之王 被追加投资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新海报上的巨多大佬来头可不小 大概率是被官方接管了 否则在娱乐圈一部普通电影上 是绝对看不到他们身影的 如今 长空之王拍动 很大程度上不会有粉丝们想象的会语 无名 相撞在春节当 而是告诉所有人一声 长空之王 后期已经准备好了 有合适的机会就会直接上 不需要担心了 大家目前的心思还是放在无名身上吧 就在王一博粉丝们一边为了 长空之王的胎动震惊 担心他会不会跟着 无名一起来 一边为无名 费力宣传史 无名自己也开始整活了 电影无名辟谣 在所有人猝不及房间上了热搜 看到这个词条 还以为电影遭受怎样的谣言攻击了 可看到具体的内容 真让人苦笑不得 无名辟谣了电影全篇都是上海话的谣言 毕竟在目前电影放出来的预告中 无论是王一博还是王传军说的都是上海话 拍戏时王一博的上海话台词 还都是王传军晚上录好了 发给王一博自己念会的 这就不得不让一部分网友 担心自己到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 会不会一定要盯着字幕 否则就看不懂了 不得不说 无名的这波宣传还是很有效的 这热搜一上 不少路人都会好奇辟谣的内容点进来 这对于无名的宣传也是极好的 从无名剧组一个个官宣演员 到王一博粉丝们的组团绿旗袍 到王一博张静怡的民国B剧照 到王一博朋友圈式造谣辟图 再到如今无名官方玩梗的辟谣热搜 每一个人都在为了无名的出圈而努力着 预售票房可以由粉丝们扛起来 可真正的总票房靠的还是广大陆人 如何让所有人都知道无名将会在大年初一上映是粉丝都在做的 粉丝们都在为此而努力着 好在无名自己单独来到春节当 这已经让王一博粉丝们忙得脚步粘地了 如果长空之王也来 那还真是累坏众人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